全红蝉张宇飞太危险 国际泳帘确定 游泳世锦赛已有7人确诊新冠 在这次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第15届国际游泳短持游泳 我们中国游泳队也是派出了27位游泳队员 有张宇飞、汪顺还有礼宾杰三位奥运会的冠军 也是率队出征 有13位女运动员、14位男运动员 而且还有4位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 有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全红蝉 还有东京奥运会女子三米版双人的冠军王涵 还有炼俊杰跟李正 4位跳水运动员是参加在19号到20号举行的跳水表演赛 昨天晚上我们的张宇飞也是获得 200米蝶泳的冠军确实也是恭喜她 而在16日的开赛首日 我们中国香港的选手 就获得了200米自由泳短持的一个世界冠军 也是中国香港首次拿到游泳的世界冠军 并且何时辈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 所以在这个亮眼的成绩面前 我们也是替他们感到骄傲 不过在今天根据央视网体育的一个报道 国际游联正式在比赛期间 已经有7位选手新冠检测为阳性 也就是说从16号开始到17号两天的时间 就有7位选手的一个新冠检测为阳性 但是国际永连没有公布这几位的一个姓名 也没有告诉大家他是否为参赛的选手 目前这7位选手已经对隔离也是被严格的管控 但是这个潜在的风险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担忧 因为那比赛才开启了两天 就有7位选手被确诊新冠 从这一点来说 阿联酋那边的一个防疫防控的一个体系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到位 为什么在他们到来之前 没有检测号为什么在比赛开启的就有7人被检测出来 7人被检测出来还会有更多的一个密切接触者 还有很多没有被检测出来的一个选手 所以这些选手与我们中国游泳队 还有接下来中国跳水队的比赛当中 是否会有接触 是否会给我们中国游泳队 还有中国跳水队 造成潜在的一个危险 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担忧的 所以这点我们也是替全红禅还有汪顺张雨飞他们感到担忧 确实相比于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防疫体系来说 阿联酋阿布扎比那边的一个防疫体系确实他做得非常不到位 才开赛两天就有7位选手被感染新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把选手们 在做好自身的一个防疫的同时 也要尽量避免和那些国外的选手去有身体上的接触或者近距离的接触 尽量是隔得远一点 毕竟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千万不可因为这个比赛而让自己受到了伤害 而我们的选手们都是打了疫苗才是出国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自身的一个免疫能力肯定是会更强 相比那些国外没有打疫苗的选手 但无论如何也确实需要做最好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让自己在那边既能取得好的成绩 又能让自己安全回国 这是我们所有的国人希望的 我们也希望阿联酋阿布扎比那边的市井赛的工作者 也可以加强防疫的一个工作 加测每天检测的这个工作 让比赛可以顺利的进行让确诊者尽量控制在这个七人 不要有继续的增加 也让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安全的回来